鲜色工为三重区的独居长者 筹募送餐基金 同时也为了帮助涮农 买了4200斤的大蒜 在三重施工所前易卖 活动筹募了10万元 将作为独居长者的送餐基金 一袋袋的大蒜 代表一份份的爱心与关怀 即使一袋只卖50元 不过新北市议员胡淑荣 却是大方的用千元大钞来购买 你这包一千啊 还有里长夫人不但自己来买 还帮里名代买 一买就是好几百斤 西工所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有那个蒜头易卖 要捐给独居老人 所以我发动我们里名 大家都来登记了 很勇业的 现在已经200斤了 鲜色工这次总共 采买了4200斤的大蒜 在三重施工所前易卖 希望为三重区的独居长者 筹募送餐基金 一包两斤还不贵50元 希望能够募集到10万块钱 送给我们市工所 区工所里面的独居老人送餐基金 来让我们独居老人 能够在三重得到一点大家的爱心 那鲜色工这次 把这个蒜头整个捐给区工所 那由区工所这边来拍卖 这是共享应局啊 对了对了 这就对了嘛 就是爱台湾嘛 而且这个钱是我们先给那个 除非老人的 可是知道所以才来买 真的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 一半活动受到民众热烈响应 帮助孙农也关怀独居长者 一举两得 天安天新闻 方亲凯定买会 三重采访报道